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漫是一种生活,漫是一种态度 在认识的人面前讲这个slogan觉得很尴尬,有一点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呢会跟以往不一样 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好的朋友,特别嘉宾 是的,然后这个很好的朋友呢是我们的Jerry姐姐 她来自加拿大温哥华,那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子宫肌瘤 视频面前如果你正在被子宫肌瘤问题所困扰的话能够给你一些相应的帮助 那如果是你对加拿大的医疗也比较感兴趣 想知道在加拿大如果做这样一个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的话 我们今天的视频也会给你带来这一方面的信息 大家好,那我叫Jerry,我是Louis和Willie的好朋友 我现在人在温哥华,然后我也是一个老华侨了 可能中文去讲,讲我是一个老华侨了 那我也是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的频道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这个子宫肌瘤摘除手术的前后的经历 然后帮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的这个思考 那姐姐我想要先问你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个子宫肌瘤的 这个是从大概两年前吧 有一些新的症状出现的时候 小腹的地方感觉这个地方有点隆起嘛 然后就一直不停的这个腰围在扩大 虽然说我本来是一个很瘦的人 然后腰围扩大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引人注目 但是它长得速度很快 那么才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就发现我有很多衣服穿不了的时候 就发现腹部的这个地方 我身上其他地方并没有长很多肉 就只有这个地方长得迅速 那当然我就开始有点担忧这个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开始用手向小腹里面摁的时候呢 感觉开始有硬的东西 那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好像是长什么东西 然后呢这个其实还没让我特别的担心 我去跟我的家庭医生说 那家庭医生呢就让我去做了检查 然后呢当时是做的那个B超 然后呢B超的结果也告诉我说 确实是有几个子宫肌瘤 但是当时看到的那个大尺寸 并没有说让我危机到 非要马上就动手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呢我就等了 结果等到去年的时候呢 又发生了有更多的症状发生的时候 就比如说有很多像这么便秘啊 然后尿频啊 然后都开始了 然后就开始嘛 就有一段时间就忍着 然后就忍着忍着忍到了去年 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吧 我就发现有点很难以忍受了 那么家庭医生那个时候呢 让我常规的去验血的时候 发现我的血色素 非常的低 低到有点让人担忧的情况了 然后呢他就说你这个子宫肌瘤 需要去引起重视了 然后我又去根据医生的要求 去做了一次B超 然后这次再做出来B超呢 就说你的子宫肌瘤已经大到需要 你需要do something about it 那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告诉我说有个大的肌瘤呢 当时B超做出来告诉我是有八厘米 还是九厘米 反正当时说最大的是有这么多 而且同时还有好几个小的 很多个小的 所以这是当时做B超的这个情况 这是这么发现的 但后来呢做手术的时候 还发现实际上是不止一个大的 那听起来也是一个 很惊心动魄的一个过程 就是不仿佛的 那那医生是什么时候 跟你说这个治疗方案 然后需要做一个全切 那可能视频前面 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了解 全切是什么 你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全切包括基础什么 当然全切呢有几种情况 有些人是需要把那个子宫 然后宫颈 以及那个卵巢 全部都切掉的 我不是这种情况 我是保留了卵巢 然后切出子宫跟这个宫颈 原因呢是这样 因为卵巢 我的卵巢还是健康的嘛 所以医生建议说 还是保留好 那么子宫全切呢 就是子宫跟宫颈全切了 当时医生也问了我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最关键的就是 你还想不想生孩子 那我就是已经知道 我不可能再生孩子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不生孩子了 再加上你的子宫肌瘤 长得又很快 然后又非常的大 然后给我造成了很多困扰 那么这种情况下 复发的可能性也很大 也给我介绍了 其他的几种的办法 那么比如说像什么 只切除那个肌瘤 保留子宫啊 或者是用这个体外 这种方式 都是要担起这个 未来还会要复发的 这种可能性 了解 那听起来也是一个 很难的决定 因为是一个取舍的 一个过程嘛 那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家里面的人 有没有给你很多的支持 我先生是非常支持的 他说你自己只要想好了 怎么样都可以 我妈妈呢 就是有一些传统的 中国人的思想 好像觉得子宫切了 就不是女人了 这种这种说法 我觉得好像这个说法 不是特别能说服我 再加上呢 我妈曾经她也有子宫肌瘤 我姥姥也有子宫肌瘤 最后都是通过那个 就是抛妇产的那种方式 把她给取出去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微创 那这次呢 其实医生开始是建议说 尽量能够用微创的方式 把她给取出去 就是不开刀 但是呢 实际上 在她用微创 就是用那个叫腹腔镜 这种方式来进行手术的时候 刚刚伸进去腹腔镜 就发现这个肌瘤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呢 有两个特别大的 就十厘米的长了两个 那这样的情况呢 她说没办法用微创了 就没有办法用腹腔镜 那就只好 医生就当场决定说要开刀 开刀的话呢 还需要先把两个肌瘤拿出来 然后再把子宫切掉 比如说从你第一次去看 家庭医生反映这个问题 然后到最后给你安排手术 整个的时间多久 安排的时间实际上 倒不是说等那么久 我从第一天跟家庭医生决定 决定说我要去找那个 就家庭医生让我去看那个专科医生 到专科医生给我安排去做必超 然后又必超的结果出来 再反馈到那个专科医生 就是妇科医生那里 然后讨论了以后呢 说如果我那天就决定 就要去开刀做手术的话呢 那三个月的时间之后 就开刀做手术了 但是呢 我当时并没有决定 马上就开刀做手术 因为我还在当时还在想 要不要去询问一下 另外那个医院的妇科大夫 说有没有就是用其他的那个方式 来处理一下呀 后来呢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就跟那个另外一个妇科医生啊 还有那个美国的妇科医生啊 做了一些调研吧 然后自己在这个中间 也做了大量的阅读 然后就看这个做子宫肌瘤的 各种各样的手术的选择 和他的优缺点吧 我就做了这样的调研 后来我做了大概也有 也有两个多月的调研 阅读了很多很多的医学报告 和这个和医师的那个分析 那后来呢 我就在这些调研的结果之下 我还是又回到了 我原来的那个妇科医生 我说我我就是跟着你们做手术 然后呢 我就安排在了12月号 做手术了 了解了解 那这边可能要麻烦 Jerry捷去跟我们的视频的观众 介绍一下就是加拿大这个 你刚才提到又有家庭医生 然后又有专科医生 就是妇科医生 他的一个抗病的流程 其实跟中国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可能简单的概括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流程 这个顺序其实在北美和西方国家 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就是你自己本身有一个叫做家庭医生的 这个医生 他对你个人的这个病例 还有你一直以来的健康状况 都是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的 然后呢 他也会给你安排定期的什么体检啊 然后女性的话有定期的妇科检查啊 什么都会有 然后呢 一旦你出现了什么亮红灯的地方了 那这个医生就会跟你讲 你去见哪个哪个什么专科医生 然后去讨论更进一步的这个治疗方法呀 或者是查看会不会有什么更需要 需要你注意的地方啊 所以呢 这个是从叫primary care 然后到这个叫secondary care 就更多的进一步 那所以呢 这个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 你不可以自己说 我去找一个专科医生 我自己觉得我是复科病 然后去找不可以的 姐姐整个手术的体验呢 从从开始到结束 对你来讲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分几点说吧 首先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是免费的医疗 是公费的医疗 所以我整个手术下来做这么大手术 一分钱没花 这个确实是 这个是公费 就是你私 就是自费医疗是没办法 那我相信如果 就是经济上不是那么富裕的朋友 那他肯定会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了 对吧 但是呢 从 你就是你享受的这个服务 就是医疗服务上来讲呢 他可能不是那个最优秀 最好的服务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一视同仁 都是 按照这个排队的顺序来 没有任何人能够享受到任何的特权 你说你更有钱 我想多花点钱 然后得到一个更好的服务 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有朋友就说 他是亿万富翁 OK 那你也照样一块来排队 该排多久排多久 都是一样的 然后你着急 你想去住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豪华 五星级病房 五星级病房也没有给你 所以呢 对 我当时就是刚刚你那天去住院的时候呢 我被问到一个问题 他说你是想住那个免费的那个普通的病房呢 还是说愿意花一百几十块钱 然后去住一个单人的病房 我当时以为我开刀之前呢 我自己以为是要微创 然后一天就可以出来的 我说我是无所谓嘛 我花手 住一个普通的病房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住了两个晚上 那anyway吧 我就是发现实际上 在加拿大住院住病房 是六个人啊 大点的病房 要六个人 八个人住一个病房的 而且呢 病人和病人之间就是一道那个窗帘 隔着的 然后呢 半夜里面好像有人 就是鬼哭狼嚎啊 然后就是睡不着觉 就是喊啊什么的 都会影响到整屋的人 所以这个体验 如果是你觉得自己 就是稍微你娇气一点的话 可能这个体验就不会好 嗯 了解 那你刚才说就是做一个大手术 然后你说你住院的时间是两天是吗 那怎么会这么大的手术 两天就让你出院了 那就是中西差异吗 因为你想看 那在中国好像你 我不知道住院是不是 每天都要自己花钱 在中国啊 呃 所以呢 你当然你要花钱的话呢 医院愿意在那住 可能他也不愿意抨你走 但是在加拿大是公费医疗嘛 他不可能让你 就无限期的去住下去 那我这个住两天呢 他是每天有大概 四五个护士轮班过来 然后呢 我的病例呢 就是一个本子 放在我的病床边上 然后就 每个护士过来都先看这个 然后呢 呃 就是那个 有一个打点滴的那个 那个架子 在我的床边上 然后呢 一直就是输着液嘛 那如果 还有一个就是 摁一下摁一下 就可以那个 呃 就是给自己打 打这个止痛药的那个 哎对 止痛药的那个东西 啊就可以自己来打 嗯嗯嗯 呃 呃 然后呢 这个东西 呃 你自己来控制 然后你如果需要 比如说呃 上洗手间啊 或者是需要走动的时候 需要叫护士的时候 就个按按钮 这样子的方式来 呃 所以呢 这个中息差异就在这里 我就住了两天 两天以后呢 这个医生就说 你可以出院了 然后呢 呃 但是你回到家里面 他回到家之前 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可以自己上洗手间 大小便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是不是可以下床走路排气了 第三就是家里有没有人会呃 可以在家里照顾你 如果这三个条件都符合了的话 那就请你可以出院了 然后呢 他给你一个 护士热线那个电话号码 然后你可以随时给那个护士热线打电话 然后回到家了以后呢 那个护士好像是专门有安排 还隔三差五的给我打电话过来 然后问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了 如果是出现什么这个这个这个状况的话 请你立刻回到医院来 就是说你回到家了以后 不是说就不管你了 他还是 还是 还是给你提供服务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好的 说实在我也不是特别愿意住院 姐姐那你手术后康复的 整个感觉啊 流程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啊 我在手术康复的这 现在是六周超过一点点吧 六周多 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上 中西差异非常非常的大 我先生是加拿大人 你们知道了 然后我妈妈呢 是走中国人的那一套的 那首先呢 我妈就说出院就不应该两天就出 应该是两个星期才可以出院 但是呢 没想到两天就回来了 然后第二呢 他就说按照中国人的这个习惯 就是说要卧床 一个月吧 至少 对对 坐一个月的月子 就好像生孩子 如果你抛妇产的话 一个月卧床不能下来 哦 我的两天不下床 我就 stir crazy 你知道就是有点 就就闷闷的不行了 所以我实际上下床 我是刚刚手术后 在医院的时候 头一天刚做完手术 第二天我就下床了 哦 然后呢 有护士过来扶着我 然后在医院的楼道里面 走了一圈 然后呢 我在回来以后呢 他说第二趟你自己再出去走的话呢 你要自己走 扶着那个 那个点击的那个杆子自己走 所以我就是 就是手术后的那第二天 我自己在医院的走廊里面走了大概得有三四趟吧 然后他们就看着我 你OK 自己OK 你就可以自己走 然后呢 就等于是住了第二个晚上 再隔天的时候 那医生说你可以了 你可以回家了 所以我自己回到家里头以后 我也是天天还是按时起床 按时睡觉 然后呢 中间都是自己就是扶着栏杆 然后呢 每天大概走个四五趟 就是第一周的时候 每天大概走四五趟 然后每天递增这样子 然后第二周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戴上那个 就是手术后康复那个附带 然后在我家 楼上楼下的就满处走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 反正如果你心态比较积极一点的话 恢复的就更快 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就 就不行 就一定要卧床 所以我基本上就 这算不算卧床 反正我就在家待着 确实是待了 有两个星期 就是一天门都没出 然后从第二个星期过了以后 我就开始在我们家院子里面 就转了 就小区里面转 然后就是到了第三周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在家里面 就是有一些工作 接一些特别轻的那个 就是很容易做的 不用出门的 不用出门的 已经开始了 但是我老公就非常支持 然后我妈呢 就吓得不行了 就说 你真的 那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 什么的 就这样的话 已经来了 而且吃的好像也不太一样 哦 对 我妈就是老按中国人的那个说法 就是要吃的那个 要多吃 要吃特别那个高热量 高那么这那的 但是好像西人就不是这样鼓励你 他就是让你少 就是吃的精 吃的少 然后呢 我当然我个人 我胃还是比较偏向于中国人的胃 愿多吃点汤汤水水的 反正吃的 他们那个菜谱给的也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看到这里面中西差异非常大 你现在已经做完手术了吗 那你你后悔你做的这个决定吗 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个一点都不后悔 我觉得这是我 就是最近这几年来做的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决定 因为什么呢 在手术之前呢 有很多很多的症状困扰我 让我感觉到不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啊 还有状态啊 发挥到最佳 那么做完手术以后 当然现在是六个多星期的时间了 逐渐恢复到八九十percent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因为我感觉呢 就是手术之后要比手术之前 我的状态要提高了很多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 姐姐你跟我们分享 跟视频的观众来分享一下 就是比如说你在准备这个 整个手术的过程中 你做了哪些准备 然后哪一些被证明 最后是有用的 这个准备是有用的 然后哪一些可能是走了一些弯路 你可能觉得说啊 其实没有必要 然后呢给有需要的观众 提供一些这方面的信息 好好好 首先呢我觉得 首先我说有一个附带 这个是好像 加拿大尤其是西人的女性 好像不是特别的注重这个东西 她们好像全靠自己顶的吧 我觉得不好 还是可带这个 那一共三层 就是把腰这个地方整个包起来 然后呢 护肌增加这个support 就是增加一些保护的力量吧 这个是第一 然后还有呢 我开始还真的是 没有想到的一个就是 刚刚做完手术动不了的时候 你好几天不能洗澡 所以呢 完全靠擦的 所以我就是 就是在那个 手术之前 然后就准备了这个 这是听别的女性的介绍 然后我也学会了 然后呢 当然医院也给了我这个 就是说 就是纸巾 消毒纸巾 然后你在下不了床 没办法做 没办法去洗澡的时候 然后就是全靠 全靠他在擦身 大概一个星期之内 好像不是太容易洗澡 那我有个好奇的问题 医生让你洗澡吗 他说多久可以洗澡 医生跟我讲说 第三天第四天就可以洗澡了 但是我发现回到家里面 洗澡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非常困难 为什么呢 一个是坐起来那个姿势 哇就就很就很难 再加上呢 因为你刀口在前面嘛 在腹肌这个地方 然后你要是想洗到后背啊 这样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动作 这个拉扯的动作 拉扯 受不了 所以呢 我基本上头一个星期 是靠这个来擦 然后还靠就是 当然家人帮忙嘛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也是女性朋友们 如果你在做手术 尤其是抛腹肠 或者是那什么 一定一定要有的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 就是也是因为你没办法洗澡 或者是你没办法做拉扯的动作 然后呢 就是注意清洁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这样一个瓶子 然后这个口呢 是可以像航空泉一样 这就好像是手动的坐边器上面 可以一个 噴水的那个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必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呢 就是当然你不可能洗澡的话 你刷牙可能也有点费劲 然后这个漱口水跟那个刷牙的东西 都是靠这个拿来的 然后当然了 这个是你们可能 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还需要大概 就是卫生巾了 就是手术之后 大约最起码 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还是需要的 因为做完子宫切除手术以后 将来不会再有来月经啊 什么的 可能就不留了 但是呢 做完手术之后 一个星期还是肯定需要的 这些是必备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 自己要去找一套那个 就是舒适的睡衣 而且呢 是不带那个 就是紧绷的那个腰带的 就是睡袍起来最好 因为你这个地方是承受不住那个压力的嘛 就是你如果是皮筋拉在腰部 你会不舒服 所以是袍子可能是最好 了解 然后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呢 如果你有那种特别大的枕头 那就是最好了 那我就是自己有特别大的枕头 但是也有人呢 他们可能专门买一个那个跟你人身一样 跟你身高一样长的那个 一个长条的枕头 这样抱着睡 因为你这个刚刚做完手术的时候 你睡觉不是那么 就是翻身啊什么的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你需要这样的一个枕头 给你的身体这样一个支撑的力量 然后还软的 你还能睡得着觉 这些很有用的 那当然还有那些常用药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也是我提前没有想到的 就是刚刚做完手术会有几天的时间 嗓子会很痛 因为什么呢 你做手术的时候 插管子进去 哦 他这个手术以后 你嗓子会疼 你又想咳嗽 你咳嗽就会震到腹肌 你刚刚腹肌 拉了个大口刀口 那我撕心裂肺 所以呢 我就准备了那个 就是喉咙的 喉咙的那个润喉糖 反正你自己看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就是帮助你 缓解喉咙的那个 最好用的药 你就是用它 所以我就是用了这个 嗯 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基本的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还有其他的需求 你自己平时看的什么 那个像像那个润肤的东西啊 润肤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特别的需要 比平时更加需要 嗯 好 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好了 这个视频的话就 一键三连了 嗯 再见 再见 祝你们的频道越做越好 好 谢谢 那等一下啊